《非洲国家暴记立法索、苏丹、光果等驻华大使》 出席《非洲国家驻华大使眼中的新疆活动》 对中国在新疆推行的一系列反恐措施表示支持 英国广播公司文章指出 《非洲国家领导人和中国》 在人权、经济利益和不干涉内政上已经建立了共识 中国用大规模的道路、桥梁、铁路、港口以及互联网基础施 確保了非洲在当今数字经济上不至于被抛弃 虽然经常有声音形容 中国是想用沉重的债务来困住非洲 但这种债务行政的说法已经遭到搏斥 至于所谓进行疫苗外交 至今已经有13个非洲国家购买或接受了中国的疫苗捐赠 但没有非洲国家收到来自英国或美国的直接支持 值得留意的是 英国外相南通文今年3月 仍然在呼吁发展中国家等待优质疫苗 而不是接受中国或俄罗斯的疫苗 西方大国知道 在贷款和基础设施上 没有办法跟中国竞争 西方人采取了例如呼吁民主 要求没有腐败的投资等等的口号 日韩研究指出非洲年轻人对美国及其发展模式 具有压倒性的积极看法 与他们的长辈或政府领袖被中国打动 取态截然不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